三藩市市長布里德16號簽署一項 6.29億元的地震安全與緊急響應債券提案 將在2020年3月份的選舉中供選民投票通過 該債券將自助消防局、警局等需要進行地震改造的公共安全基礎設施 其中2.75億元將用於消防系統地震防災改造 1.53億元用於緊急消防水系統 1.21億元用於資助三藩市警局暫點與防震 7,000萬元用於救災設施 以及900萬元用於911緊急呼叫中心